看到的是世界各国的民怨 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寻找出口 都跟经济大有关系 星期二美股三大指数全面收黑 到中大跌了574点 这是因为联总会主席鲍尔 最新一次的谈话暗示 升息的幅度会超出预期 而且升息的速度要加快 因为通膨一直没有办法降温 衰退的疑虑又开始兴起 因此在投资人的市场引发很大震荡 当时在场的议员强硬提问 究竟这个起起伏伏的通膨 还有这个抑制通膨的升息手段 到底什么时候才有可能缓和 目前没有答案 科技业继续削减成本 脸书母公斯米塔 这个星期宣布要再裁数千名员工 亚马逊要关闭自家的无人商店 好几间 美国联准会主席鲍尔 周二出席国会听证会的议席发言 让市场战战兢兢 自二零零零年初以来 联准会一共升息了八次 累积调升十八码 原以为打通膨奏效 上个月鲍尔更亲口争时 通膨开始放缓 随后却迎来了一月通膨意外反弹 加上从民生物价到能源账单 也不见降温征兆 让鲍尔当着国会议员的面试井 升息幅度可能超出预期 且必要情况下还打算加快升息速度 此外鲍尔还提及 就业市场必须更加温和 而这一连串硬派言论 迎来在场参议员的质疑 当中麻州参议员华伦 就联准会的一份最新预测 强硬提问 因为里头提到 目前的失业率将随着升息周期 再爬升百分之一 而这等于会有两百万名美国人失业 美国科技业挫雷弹 根据彭博报道 脸书母公司Meta最快这星期 又要再采数千米人利益 四个月前他们才大砍 一万亿千多份工作 电商龙头亚马逊 继续想方设法勒紧裤带 继上周才宣布要暂停 第二总部的新建计划后 最新要永久关闭自家的 六间五人商店 踏进这迷尼苏达州 最后一间组片店 从架上好几排纪念电影 到店内坚持不涨价的各种糖果 充满浓浓怀旧氛围 如今开业第四十个年头 却要在五月底收摊 不只当地人不舍 这位一呆就是二十九年的员工 也开始为下一份工作焦虑 衰退一埋在一起 立刻烧进华尔街 周二美股文殉大跌 三大指数同步下挫超过百分之一 联准会议下一场决策会议 将在三月二十一二十二号登场 投资人预测会升行两码的可能性 已经大增到百分之七十 一些经济学家警告 不断的调升利率 很可能带来一波低迷 紧接着周三 鲍尔还将出席 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作证 也是决策会议登场前的 最后公开谈话 市场也紧盯 即将在周五发布的就业报告 TV新闻综合报道